所以先做有氧 所以全部都會瘦 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要鍛鍊腰內肉的肌肉呢 我想讓它線條再漂亮一點 有辦法嗎 其實如果線條要漂亮 最重要還是要先把脂肪拿掉 對啊 如果你的有來吧 還是那麼大圈 然後肌肉練起來 這不是很怪嗎 我覺得我的脂肪已經不多了 但是覺得肌肉比較鬆垮 脂肪不多 我不相信 等一下服務感 等一下脫 脫掉 剛才導播千膠帶萬膠帶 你千萬不要脫了 怕脫了大家都轉台了 對啊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石考特醫師 來教我們如何增肌減脂的運動 好不好 增肌減脂這一定要學起來 真的 首先第一 對我們女生來說真的很重要 第一個運動 就是女生可能做伏地挺身的 其實大部分可能比較困難 真的很困難 所以要怎麼樣練手臂 後面這個叫三頭肌 三頭肌 跟胸肌 可以用這個椅子的方法來輔助 就我們手放在椅子上 然後身體稍微前面一點點 屁股懸空 然後手手彎 對 然後注意不要太下去 因為如果太下去的話 有些人肩膀會拉傷 所以就是可以練到這個三頭肌 對 好 還有胸肌其實也可以 胸肌也可以 所以我練一練胸部會變大嗎 對 頂出來一點點 會變硬 會變硬 怎麼做怎麼做 對 就是我們先坐著 然後對 然後腳出去一點 讓屁股懸空 讓屁股懸空 然後手手彎 還不夠出去喔 對 還要再出去一點點 對 對 好 然後手肘彎 手肘彎讓屁股 他剛剛有那麼遠 有嗎 有啦 好 然後往下 對 好 然後再往上 對 然後再往下 真的假的 那你平常有在運動喔 有啊 你看我穿這樣對不對 等一下 你少來了 運動風 主要是針對女生 因為男生其實如果 伏地挺身就很好 因為我發現很多女生 都很容易有這個拜拜秀 聽說就拜拜秀 對 然後很鬆 然後有時候 像我們女生 我們都不敢這樣靠在旁邊 我們永遠都是這樣 這樣走 對啊 這樣子 壓了才不會有拜拜秀跑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練這一招 拜拜秀就會不見了 好 還有胸肌會變大 好 我回去練 下次下禮拜來看看我胸肌 有沒有變大 好 接下來 第二個動作是弓箭步 因為我知道深蹲 大家應該都已經膩了對不對 對 發明一個不一樣 那弓箭步的話就是 我們先拿著水瓶 或者不要拿其實也可以 就是雙 雙腳與肩同寬站好 然後一隻腳往後跨一大步 然後前面的膝蓋彎 膝蓋彎 然後再站起來 再站起來 後面的膝蓋要稍微點到地就起來 點到地 不要重擊了 有時候會傷到膝蓋 對 重擊會傷到膝蓋喔 點到地就可以 所以要控制的往下 然後這樣起來 那如果不要點到地 為了 因為有時候老人家 你知道膝蓋真的不太好 如果撞擊 你真的好痛喔 也可以啊 所以不要撞擊到膝蓋 是可以的 有兩招啦 有些人會底下放一個軟墊 也可以 然後如果不要碰到也可以 只是控制力要比較好 那應該用哪裡發力呢 應該要用大腿前側 前側 其實也要用屁股 屁股 只是屁股 大家可能比較不害會那麼用 那我建議 其實身體可以稍微往前傾一點 這時候你會覺得 屁股的肌肉 會有一點被拉到的感覺 然後這個時候呢 用腳跟蹬 用腳跟蹬的話 會比較用屁股出力 就有點像深蹲 你一起來夾屁股的那個感覺 對 類似這樣的感覺 抓不到 這個要多練習 這個要練習 對 然後拿水是因為有增加重量 所以拿啞鈴也可以 也可以 對 了解 甚至很型的人 我甚至看到杯槓鈴的 有更重 槓鈴 哇賽 對 所以這個練了之後是不是大腿肌 一個是大腿 一個是屁股 一個是屁股 其實女生最喜歡練屁股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好但是很少人練的動作 了解 因為我發現前面這邊 你這邊會用到大腿肌的部分 然後起來的時候會練到屁股 跟深蹲有一點雷同 但這重量更重一點 沒錯 因為全身力量在單腳上 對 沒錯 所以很多人 所以你現在還找不到重量 沒有 因為我 用腳跟成長 因為很多人會看很多影片 然後就覺得說 我做這個動作就可以收到哪裡 對 但他如果不懂哪裡發力的話 其實他 沒錯 就做錯地方了 對 因為有的人會說 坐起來很輕鬆啊 因為你不懂得不知道哪裡施力 我已經有點喘了 他幾下而已 他講是交互蹲跳呢 對 可能 因為我自己在健身房 教練是叫我扛著那個有重量 對 然後交互蹲跳 交互蹲跳 所以要跳起來是不是 有一點點 這比較好 這用彈跳的這樣子 對 比較進階一點 比較進階 那個花的力氣會更多 但是他可以消耗更多熱量 對 沒錯 那也是不是算重量加有氧的一部分 可以算重量訓練 重量訓練 甚至也算爆發力訓練 爆發力訓練 扛著重量往上跳 就有點像籃球選手會做的訓練 哇塞 天啊 雨喬 女神沒那麼好當好不好 不能要胃要有好的線條 真的 女神沒那麼好當 你不知道雨喬天天都在挨餓 有吃啦 但吃得很健康 對 一定要 因為現在真的是健康觀念 還有就是身體 現在你看很多廣告都在講說 男人腰尾不能超過90公分 女人腰尾不要超過80 不然你的疾病就很容易上升 對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注意 那剛剛雨喬在講說 他之前一直結食是不是 我沒有結食 但是我在拍書之前 確實有一段時間就是吃水煮的 對 但是就是可能 不會每一餐都是水煮的 就是可能一天會有兩餐或一餐是水煮 然後一整個禮拜 可能只有一餐有吃到澱粉 其他我就是只有吃菜跟肉 瘦好快喔 可是沒有吃澱粉 對身體好像也不是很好對不對 會不會肚子餓 我好奇 對啊 不會 不會 我自己不會 因為我可能肉啊 青菜的份量也滿足的 我不是一點點而已 就是有雞胸肉 然後有不同的青菜 有三種青菜 然後一個蛋 我是覺得不會 不會 但有時候假如真的很餓 我會吃一個烤地瓜 就是那種小的烤地瓜 烤地瓜 對 重心 水煮的好吃嗎 沒有 我有加鹽巴跟胡椒 我透出來了 你看 有加鹽巴跟胡椒 因為你還沒味道了吧 水煮它是什麼人在吃的 有啦 有的時候還是 是女神在吃的 對 女神在吃的 女神在吃的 我也是關緊閉在吃的 沒有吃沒有味道 你看連性 瘦到很誇張 連肚子都沒有 是天生這樣子嗎 對啊 她剛剛說什麼 男生邀為要90 女生邀為要80 不好意思 我70 女生很瘦 那我還有那個 很大的範圍可以一直吃 真的 你可以盡量吃台灣美食太多了 對 我好羨慕你 真的 台灣很好吃 很好吃 好討厭喔 我每次都只能吃一小口 天腸而已 真的 很多我女生朋友 吃完一點點都 剩下都給我吃 真的 我羨慕你 那很棒耶 重點是不用花錢 對 這是別人來的 而且妳也都吃不胖喔 好像 因為我每吃完一餐 回去就拉屎了 蛤 她是直腸子 浪費錢 真的 我媽媽都說 狡辣味 對 我 沒吃 沒肥 不好意思 我兒子每次都吃到 快吃完就跟我說 我要去上大號 我說停 不轉 浪費 她快要怎樣 接起來再跟我回去 都還沒吸收 營養都還沒吸收 就上出來 她就不吸 討厭 這就體太虛了 這就不給我 不給我 你先得了 好arsi 你先得了吧